民進黨議員簡淑佩,昨天在節目上說 民眾黨的北市議員、四位議員曾經跟台志光的相關人員吃過飯 至於會不會是過重甚密,這部分你有想過到 他要不要叉叉看,民進黨跟台志光吃飯的有多少 上次記者問我這個問題,我說我最近才跟蔡英文吃過飯 所以我最討厭這一種,穿著護費,含沙攝影,含血噴人 哇,這種手法實在是,好啦,不要再講人家壞話 記者有提議說,您有說過你仁賣的8年,為什麼當時沒有議案調查 這個是這樣啦,其實我跟你講,我覺得這個時候民進黨不要再多講話 查出來你們的人也會比較少 所以我就覺得奇怪,提出淡數的是國民黨加民進黨,民進黨不是無辜的 吼絕有的副意的,是國民黨加民進黨,你們民進黨也不是無辜的 哇,怎麼現在變成正義實責,怎麼回事 想問一下,因為就是台志光的費率審查會議有指出說 會議9點才開始,結果9點40就結束了 是不是光速的就是通過審查 而且好像沒有記錄下說,到底是怎麼談費率的只有結論 其實這件事情,第一點,我們不用,我應該不需要去回答細節 一個會議40分鐘,不然你要開多久 這件事情,我覺得到今天有點焦點模糊掉 第一點,約是國民黨的市長圈的,一千二千二十五名 今天胡編預算九千萬,是現任的國民黨市長編的 然後廠商多賺的錢,然後再用回扣給議員 然後被收押的是國民黨的議員 然後今天發生所有這些事情,你們現在還在指責說 當年那個大聲講說,大家注意啊,這個以後會出問題,奇怪 怎麼現在變成在檢討,我是當年提出問題說這個要小心的 市長市府這邊好像有下令說,以偵查不公開為由,不讓這個議員來調取所謂的公文跟資料 這個就是一樣,公開透明是一個文化,如果是合法就公開透明 其實如果是合法,我就直接面對 不需要這樣,其實我知道政治上的戰略,就是說 他知道他已經失分了,因為這個圖報預算,然後議員收回扣 而且我非常清楚,恐怕不止一個議員,應該查下去還會有 在這個狀態下,他知道他已經扣分了,那怎麼辦 就開始到處扣分,就是說大家一樣爛 這種政治的手法我都了解,但是我覺得不是很好 昨天有說評選須之,不是母約,但是北市府這邊有拿出這個評選須之裡面的條文就說了 這個都是契約的一部分,還說柯竹奇是太笨還是太老 所有的契約都是根據母約來執行的,那我們有這個費率審議委員會 所以一層一層的把關,在費率的部分嚴審,這些東西都是有公開的資料 那我想蔣市府還是去把整個母約,子約當中的過程 還有裡面的條文,逐條的審查,逐條釐清,再出來發言會比較好 想要問一下,因為剛剛鍾小平就是去控告說那種有抠公文 說柯市府在卸任前兩天把這些感覺有問題的勾文都拿走了 有這樣子的事情 鍾小平議員身為台北市議員應該很清楚喔 台北市的公文系統是電子的系統,所以其實只要透過議員所知 這些系統裡面都可以查得到相關的公文 那是透過議員的所知取得相關的公文,當然沒有所謂偷公文的事情 那想要再問一下,因為就是簡書培議員昨天有發文說 裡面有類似廠商投標的資料其實是連議員都調不到的嗎? 這個也蠻奇怪的喔,這所謂的服務協議書 其實包含我們看到上個星期 不管是教育局或水利處 他們其實都已經有把相關的資料提供給議員了 那我再強調一次,這些不管是公文或者是這些服務協議書 乃至於契約,它都並不是一個機密 議員只要透過所知都可以取得 這因為北市府昨天有發一個聲明說 你自己說溜嘴說 準備一些資料在身邊防身用 對啊,因為我們就是透過議員的所知 然後趕快去把這些證據資料保存下來 不然好好的一塊白布就被染黑了 這件事情喔 其實到現在為止喔 其實我是蠻感慨的 就是說 就是說 我在議會提出複議 然後又搭動作開記者會 然後在最後 我在當台北市長的最後一份公文 上面寫得這麼 怎麼講,不要說這麼難聽 已經用詞這麼強烈 財團勾結議會 詐許國家錢財 惡行惡狀 必須公告 予以惡職 結果隔了一年 你們在編預算的時候 怎麼會 這麼肆無忌憚 這才是我今天 我跟你講喔 我會這麼大動作講 所以我非常有自信 我的部分不會有什麼問題 因為當時那個專案會都是 我自己主持的 很少時候 很少時候有市長還跳到 去警察局去開專案會議 今天這個齁 其實我也不想再多講什麼 今天不是匯率的問題 今天是你明明2MB 就可以解決問題 你為什麼要全部用3MB 相同的匯率 為什麼柯文哲邊是4.6億 你是5.5億 就這麼簡單 今天為了常常是這樣 講一個謊話以後 就要講10個謊話 去掩蓋哪一個謊話 最後要講100個謊話 再來掩蓋這10個謊話 最後就被謊話淹沒 昨天講完 我覺得是這樣啦 我也不需要一條一條指出 他哪裡講錯 他說什麼要推翻我什麼 什麼106年的什麼 什麼 預約什麼 什麼費率 106年根本就沒有3MB的費率 我想這件事情 我是希望台北市政府就誠實面對 這就是一個 廠財團 勾結議會的一個案例 今天也不要說 大家也不要裝清高 你知道 這看檢察官的態度 這個要從陳創文打人說 麻將跑 你知道 這真的要辦下去 不得了 一股票 第一點 我也知道說 不見得所有的攝影機 百分之百都用3MB 所以當時我就按照4C顧問公司 就是說 他按照那個有需要的 才改3MB 所以當時我已經採用最寬的標準 只有23%的需要用3MB 我做事是一個很科學化的人 就是說 你有提出意見 我就按科學的數據來回答 這已經很清楚了 該用3MB的 我也不會說 該用3MB 我硬是不給用3MB 那個馬路六線道的十字路口 那交通量很大 3MB 這合理 所以合理的事做 今天你 明明一個巷子口 你用一個攝影機 一天沒有幾個人走過去 你用3MB傳輸處理 這就不合理 這這麼簡單的事實 怎麼會不曉得 這兩個委員 還有一點 因為我們那個是一個 主契約 我們叫母約 裡面是說 台北市政府 優先使用 所以變成警察局、捷運公司、交易局、社會局 他是在這個主契約底下 因為我們每個局數的預算都是分改的 所以他是在主契約局下 跟那個使用單位各自簽約 所以他是說我8年簽了47個 講完不是一年就簽了18個 所以我這件事情 我覺得是這樣 我對台灣的政治有時候覺得很失望 就是說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認錯就好了 改了就是 你今天就在東扯西扯鬼扯 我實在受不了 我跟你講喔 真的要解決的是那個 郝龍斌簽了那個主契約 因為他要求說 台北市政府的各機關如果要使用光纖網路 他有優先權 這條才是要處理的 還是那樣啦 我跟你講喔 其實我也相信 你想想看喔 我們離開一年多 所有的資料都講得出來 那難道今天在裡面的人會不知道嗎 所以這兩個可能 一個是你都知道 你就是故意要誤導 這樣就真的很fire 如果有資料都有 你還都一直講錯 我就說你到底是笨還是你的幕僚太懶 還是到底怎麼回事